新材严选生活精品 大家好 我是Kevin 我们今天换了个场定 其实一样是在我们幸福的门市 因为我们最近在做年度的展品出清 卖了不少东西那白色就有一些改变 这一间是比较独立的空间 但可能也比较不会被外面的声音干扰 因为有好朋友一直建议我 一直跟我讲说 好像我在录制影片的时候 都有外面的声音就混进来 所以我想说就找这一间来试试看 希望能够有改善 那这一间大部分 这个空间大部分都是放卡蒂尔的商品 这是卡蒂尔的利登 那这些都是卡蒂尔的商品 那今天要跟各位谈 就是我们比较有机会接触到 很多国家的家具的商品 实际上去比较过之后 我认为整体来看其实日本家具的精致度 还是比较到位的 我看看我们看了我们接触过 哪几个国家的家具 像当卖我们也卖过 当卖的一个老品牌也卖过 意大利德国甚至于法国的商品 早期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参加美男家具展 其实都有去看过 所以其实比较有机会接触 很多国家的家具产品 如果说同一个价格区间的商品 来比的话老实说 我认为日本的产品 其实它的精致度 它的舒适度 它的CP值 我觉得是蛮到位的 当然或许 或许你们会认为我是老门卖 但是很客观的来讲 真的很客观的来讲 其实日本的家具产品 它的品质 精致度 材质各方面 其实我觉得都做得不错 以合作厂商来看 老实说 我觉得 意大利的 我认为 以厂商跟厂商之间 彼此的合作 我觉得厂商 算是非常不错的 Cartell就 没那么 没那么friendly 日本专门找一个 懂中文的来跟文 我看好几个产品 都是这样 他们会找一个懂中文的来跟文 来跟文接洽 就比较方便彼此沟通 然后他们的积极度 什么也都还不错 我觉得日本的品牌 不论是 不论是它产品本身 或者说跟经销商之间 我觉得都 都算是 合作的经验 销售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甚至于曾经试着引进 中国方面的产品 那我现在还是要先声明 就是都放在同一个 价格区间的商品来比较 像丹麦 你们有进过吗 意大利德国 我们都卖过 办公价居 人体工学办公里 即使人体工学办公里来比较 我还是觉得日本的 商品是很不错的 老实说 我觉得日本的商品是很不错的 跟意大利跟德国比起来的话 德国跟意大利的商品 其实也都是高单价的 我们也卖过美国的商品 以那个断工家具来看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接触很多德国的品牌 我们也没有办法接触很多 意大利的品牌 但是 以我们曾经 销售过的品牌来看 其实 我还是要给日本的厂商 比较高的评价 那木桌家具 木桌家具 木桌家具 其实一样的意思 我们以日本商品为主 这个 不是我们 好像 好像 做过木材来 就说好 我们选日本 不是 其实这个是真的经过比较的 所以 以我对家具的了解 我认为 英文 家具 是值得 值得信赖的 我就说 我不断的在寻找 更大范围的来寻找 适合引进台湾的家具 我 都找到 应该是南欧吧 我不知道 我地理不好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就 满世界的去找 那 应该在今年年底吧 会引进 赛尔维亚的一个品牌 赛尔维亚应该也算是一个很市民的品牌 我相信台湾应该没有已经过 我跟他们谈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了解他们的商品 但是 没有收到之前 我们只能够从 网路上的资料 来分析 这个我认为是不准的 就好像 我们决定要Trial的进来 一定是经过我们的 经过我们的研究 然后Trial的进来 但是还是有失败的经验 好 那 赛尔维亚的沙发 最主要它是沙发 我们在 今年年底 之前 应该就可以说得到 那到时候看看 它的品质怎么样 我认为它的定价 还算蛮可以接受的 等于说它的CP值应该很高 但是 还不能够马上下定论 因为我就说没有看到 没有摸到 没有办法仔细去看它的细节 这些都还不能够下定论 已经Trial的名底之前 会到到时候 我们再好好的来 好好的来看一下 它的CP值高不高 那如果 如果我认为是值得推荐给各位 我会做 我会做专门的介绍 给各位 我们就会上架 那大家就可以来看看 试做看看 才算是真正的 可以肯定它的 它OK 我刚刚谈的 其实我看了那么多的 国家的商品 我认为日本这个民族性 造就了他们 对于商品的要求 所以 我就说日本人他 比较压抑 所以他会移行到工作上 他会移行到他的专业上 那他们就会把他的专业 做到更紧致的一个等级 所以他们的商品 不单单是家具 其实他们的商品 在国际市场上 真的是有很好的口碑 那反应在家具上 也确实是如此 那今天就算我老婆卖瓜 很客观的来看 其实日本的家具产品 是很值得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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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丹麦 意大利 德国有很贵很贵的东西 那那些东西 我也实际上去看过 确实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 真的价位都非常的大 真的价位都非常的大 那个也不是 是我们想推荐给各位的 当然有的人 他可以去搜查个一两件 但是我们希望卖的东西不是搜查的 我们希望卖的东西是可以免费用的 当然我们的产品有很多是经典籍的东西 我们经典籍的东西它的价位是还可以入手的 但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每天都使用的 这个才是我们引进的一个主要的考量 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 就是 我老王卖过来一下 就是日本的商品 其实只要您适合那您有这个需求 其实爱有这个预算的话 其实日本商品它相较于很多欧洲的一线品牌来讲 其实那个CP值还是比较高 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到更大的范围去寻找适合人进的商品 随时都会到我们柜位商 我也会在YT影片这边发布 就是我们有什么心理引进的商品 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我常说不一定要嘛 就是可以来我们这边看看 看看 远在赛维雅的沙发 坐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看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 这个都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 到时候就欢迎各位来我们柜位商 体验不同的不同国家的家庭商 好那今天就跟各位来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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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